我讓大家知道一下,未來品種銷售商品,會有兩個層面 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 就是 我自己 和我們這個 譬如說 我需要有展哥兒 展哥夫妻幫忙我 這樣子 來幫忙做生意這一塊的 那這個就是我的開銷 那我就是要賣東西 才有辦法 養活我們 這一家嘛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我們這一家 我們畢竟都要生活 然後呢 譬如說品隆在賣的米 這個 這個 金磨槍 還是 鳳梨卵餅 龍虎斑 就品隆賣的 那個是定價的 這個我賣之前 我都會告訴大家 這個是我們 賣給大家 這是我們的收入 這是屬於私的這一面的 私人的 私人的這一面 對 那另外一個 這是屬於私人面 所以有兩個層面 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這個 屬於公的 昨天的拍賣金額呢 九萬多 那底標價也都有出來 我們的獲利好像 四五萬塊吧 將近五萬塊 每一個人 底價不是我的 底價是 我底價沒有賺錢 底價是廠商的 我們要給廠商的 那 我們可能會 未來會 未來會有 越來越多的 不同的形式的 介紹 大家喜歡再添購 再購買 就好了 那我告訴大家 如果 我們在賣東西之前 我會說 這個是屬於 罷免經費用的 那全部就都會造冊 大家理解我意思嗎 我們昨天那個 因為昨天忙到太晚了 明天後天 我們都在花蓮 星期一 我們會給他造冊 我們也會請人來 幫忙 監督這一筆帳 我們錢怎麼用怎麼花 在罷免的整個過程的經費 我們會給大家 看到公平的 呈現 透明的呈現 公正的呈現 就是 就是這樣子 這樣大家 理解我們的意思嗎 然後 是誰 名字什麼的 我們都會給他 寫出來 全部給他透明化 全部給他透明化 那如果你今天買 比如說我這個是說 要 要這個 呃 賣這個東西 一千塊 一千塊 那你標到是兩千 結果你會了一萬 或者是你會了八千 說要贊助罷免經費 我也會 一定 具實的給他 寫在造冊上去 這個就是給他 罷免經費 大家理解我意思嗎 我們會這樣子去做 我們會這樣子去做 做到讓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也會公佈給大家看 也會公佈給大家看 好不好 這是我們做事情的態度 不可以公佈 我們不可以公佈 那個 譬如說品宏有賣蜂蜜 賣龍虎斑 賣一些 比較定價式的 那個品宏 那個就是屬於品宏的收入 我會跟大家講 這是品宏要介紹 品宏要賣的 我會賣之前 我在介紹之前 我會跟大家說 我會跟大家報告 因為這個 我跟大家說 我做這件事 要用清掃 我也要對 信仁哥和 石頭里長要交代 大家都要清清掃掃 對大家也都要交代 要清掃 因為以前 我一個人在用而已 我都這樣 沒辦法無法清 就這樣探 這樣用去做 這樣子很亂 然後壓力也很大 也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這樣子 我們換一個方式 來讓整個事情的運作 可以順利 來讓整個事情的運作 是可以順利的 然後又能夠透明 又能夠公正 這樣子 好不好 大家如果認同我們 這樣子的做法 如果認同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請 線上幫我們打個 支持 一個公正透明 這個方式 那大家就可以 給我們打個支持 讓我們可以知道 支持這樣的公正 又透明又公開的一個 賺 真正該賺的錢 用賺的錢 來做這些事情 我們也沒辦法 對啊 這樣大家就沒了 大家就沒了 因為我們希望做到大家就沒了 好不好 還有人問說 我要贊助你罷免經費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 你贊助的過程 我們現在還沒有那個賬戶出來 接下來會有一個賬戶 新的一個賬戶 我有弄一個新的賬戶 我有去申請一個公司 我們 接下來你們 競標拍賣的 你們所購買的 也都會有發票 也都會有發票 我們都會 巨石 所有的發票 全部開出去給大家 都會開出去給大家 這個我們都會開發票 都放他整個合理化 我賺的錢 我做生意賺的錢 我要付賬賬我的事情 我這個東西 一千塊 八千八塊 我們八百塊 要拿來做賬賬不行 就是這樣啊 就是這樣啊 你如果說 你一千塊 你一千八 你要付三千 就是多兩千嘛 兩千一樣 我們就是肇死血 也是我們賺錢的收入 但是這兩千塊 這三千 我就會開一個發票 給你 這兩千塊 就是獲利 獲利扣掉 那個發票的稅務之後 的那個 那個錢 就是 我們的罷免經費 這樣大家比較有理解 我跟這裡 說好清清楚楚 我們再來做的事情 就是清清楚楚 我跟他們說好 讓大家心裡 有一個清楚 這也是對我 對所有人 說好清楚的一件事 這做事情 就是要真 不要說話 這樣 因為現在以前不一樣 以前是我自己 在創團隊而已 所以我自己 會開銷自己 這樣用 但是現在 再來不一樣 完全是消費 公眾事務 公眾事務 避免讓人說閒話 就是這樣 哪怕 你到罷免站 來 來說要支持罷免的 那個全部 我們就會給他寫在 那個 我們會做一個那個 布告欄 罷免站 會做一個布告欄 都給他用的清清楚楚 錢會用在哪裡 用在哪裡 用在哪裡 我們都會跟大家說 我們都會跟大家說 好不好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有多少經費 我們要做多少事情 但是這個規定當中 我們要先賺錢 賺錢 欠錢 因為後面要花錢 後面是真的必須要花錢 要做文宣 要去發DM 要去宣傳 要去找廣告車 還要有那個戰車 人家有的來 還要給他便當 甚至沒有辦法都自公的話 還要花錢 請那個 公讀生 還是請那個終點的人 志工媽媽什麼的來幫忙 他是很大的一筆開銷 但是我們會給他堅持到底 陳品宏假罷免 真臉才 打著挺寒 公義 不斷框騙撈錢 金流明細 交代不清 到現在欠債不還 被揭露惱羞成怒 嗆告網友